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4月12日 已經是星期五 香港的樓市 實際上 是炸暖還寒 表面上新樓好像很好賣 但是 很多半新盤 即是最近入伙的 是虧得很多的 大量的涉仰潮 你看看東方日報 下面全部虧虧虧 我只讀一讀表題給大家聽 每天都有 今天有三答 就是 新界半新盤 如兩年 競蝕187萬 樓價狂瀨近四成 跌勢未止 港島居屋未保價兩房競劈至310萬沽 按月再跌 5% 元朗上城兩房戶六年虧88萬元 賣450萬 太古城兩個月競劈餘300萬 三房赤價跌至166元 棄手競蝕 收租業主要錢不要貨 六年虧300萬沽沙田一房戶 小西灣富兒花園三房壽 413萬里 低價成交 保林村銀主盤劈價30%獲白居易接貨 僅餘172萬成交 私人屋苑兩房五度減價餘100萬 賣742萬 五年虧43萬元 九龍 大屋苑兩房銀珠盤 不用300萬拍出 這是環亞的成交 然後 然後 將軍澳居屋兩房連裝修狂減至三次投沽 買入7年刑半輸錢 全部都是 杏花村兩房賣610萬 五年賬免輸50萬 馬安山中心兩房反價孤營要輸 欠五年虧117萬 貶值18% 全部都是這次投沽 有好消息 山頂南區首桂交投增餘1.4倍 成交額更加飆13倍 厲害 小島海景三房移民赤 移民盤赤價1萬有找 四年樓價蒸發122萬 拍武裝兩房互獲租客戚946萬乘折 原業主四年涉釀離場 全部都是那些 現在的樓市究竟是甚麼環境呢 其實真的是一般的 原因是因為大量的 發展商要推貨 我們告訴大家 香港的發展商 去年貨品有兩萬多個 今年新盤有兩萬八千個 超過五萬個盤要拿出來賣 所以 他們是 發展商之間 初初那一兩個月 我當時也說過了 現在是我一早已經預言 他們是會有秩序推盤 大家有個默契 大家排排隊 那些 順著時間表推出來 一人出來咬一口 不要太大口 像你吃自助餐一樣 每人分一些 跟著他再拿出來 每人分一些 就一起飽 你一個人咬下去 其他人是沒得吃的 是不是呀 所以 這個是一個有秩序的散貨方式 但是 當市場 自助餐也是一樣的 當出餐的速度越來越慢的時候 你下一個人看到 你就覺得不是呀 我們下一轉排隊的舞 我現在要搶了 不然我回頭再輪的時候 就不輪到我就可以吃了 所以 就會開始出來搶 大口咬 或者推盤出來 更加在市場掃貨 即是吸錢 現在 整個環境 你看到長江最新推出了88貨 422貨賣不完 賣剩9貨 然後推多88貨出來 合共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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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拍下一個輪到來 好像那些音樂二遊戲 你怕最後一個坐下沒有位置坐 所以到了時候 大家一團糟了 現在踏入4月份 已經過了一半 已經過了4月中了 那麼 暫時秩序也是OK 不過 外面的視樣是沒有停的 即是說 樓市 是不是真的好轉呢 當然 受很多因素影響 包括 政府的取態 政府做事的取態 不是你想不想他好 而是 你看一下法庭的判決 對 外資的關係 在全世界的形象 不是你想唱好就可以 我看到一支標題很有趣的 就是 炒家含雷收樓 八百樓花崩盤 即時人踩人 傻的都知是本 原來是溫哥華 原來 溫哥華 樓市持續高企 買家一買一賣 至少貶值6% 萬一看錯市 靠炒樓賺錢 未必如言以嘗 結果有很多人騙了 溫哥華一個樓花項目交樓 涉及800多個單位 基本上賣光了 對於發展商來說 這個銷情好本身當然是好事 結果 膠樓當日即時有過百個放盤掛牌 而且可能只是 冰山一個 每個都放盤 報導說很多業主正在猶豫是不是即時掛牌出售單位套現 原因是息口上漲 經濟需求向下 認為傻的都知道現在賣肯定蝕大本 而且 有 個別業主出現人產人式放盤 難免被壓價 叫價也不能夠過份進取 據此 現時業主也認定已經要虧了 即使是平日沽貨 時間 利率 手渡費 稅行等等 隨時要吃幾萬家子 這件事引起當地的地產經紀議論紛紛 項目的樓花突然出現大量放盤 原因很簡單 就是單位通常屬於細型戶 意味買入的本身是純粹短炒的 因為一個人 他們很多炒家 一個人不知買幾個單位的 通常都買很多個 經濟逆轉之下 炒樓花賺快錢的機會已經是越來越少了 情況 亦都好像香港一樣 加拿大當然他的位置沒有那麼大 尤其是溫哥華 溫哥華已經算好了 溫哥華多倫多 加拿大 其他地方也很難可以炒樓 問題是 香港比他大多倍 香港有五萬個盤 800個盤已經有那麼大壓力了 香港五萬個盤 你覺得發展商 真的可以堅守著有秩序推盤這個 軍旨協定 最終 一定是出現人踩人的 一定是出現爭先恐後 我先走了 我要沽貨了 大哥 我不行啊 你先頂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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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大家先頂住吧 有秩序推著吧 到接下來的秩序一亂的時候 發展商就增先恐後 增相劈價 現在外面的環境 整體的整個樓市 你說如何呢 說真的 當然不太好 周圍 最重要呢 你要去研究一下 有甚麼可以支撐樓市 其實最主要就是需求 真正正要有需求才行 香港人口其實持續減少 當然不是啊 大陸放很多人下來 事實上 大陸放下來的有多少人呢 他們主要是來香港賺錢 還是來香港花錢呢 大陸現在其實不會輕易放有錢人下來的 因為 他們也需要人們在上面頂住 有錢人放下來給你香港 還放你走 像深圳一樣 你覺得他們願不願意推出自由行李呢 當然不肯定啦 你們那麼方便到香港 大陸消費我們怎麼辦 現在我們都恨不得香港人全部上來 我們都花錢了 整個香港你們都 任由他們 問題是不行的 現在根本整個環境就很差 這是大家心照的 是不是 當 需求一減低的時候 香港最大面對的問題就是 你沒有了金融中心的優勢 我們也說過了 你沒有金融中心的優勢 你就不能夠享受金融中心的 樓價的日價 是不是 以前有些海外的 跨國公司有些大粒子 有很多投行來香港 有IPO做 現在IPO就不能做了 不過 就是私有化 但是私有化的人 做的人很少 不用很多人 不用很多人 因為沒有那麼多文件的私有化 只是 要哄現有股東賣給他 有時候你沒有辦法 現有股東 你拿了那麼久 市場很難上去 那麼他 還有一個賤價 跟你私有化 你也沒有他 香港 香港接下來 會有很多那些三赤線的地產股 如果手頭現金夠 他們也會搞私有化 好像華智 華智 賬面剩下30元 現在是幾元 他那裏 折讓了八成多 個個都想私有化 私有化之後 我自己 到時的資產就便宜了 不過回頭 那麼夠錢 你私有化是不是真的有好處呢 本來有股東跟你揹 現在你全都揹了 雖然是折讓大 拿得出香港才是 拿不出香港的 多便宜也沒有用 標題我們看到 其實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業主含雷收留 你覺得 在現在 入市的 這兩個月 因為氣氛好了 進市的 到時 會有多少業主含雷收留呢 我覺得 可能有大半 因為很多時候 不用做人來測試 很多事情 當沒有限制的時候 人們就會 超過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所以 一定要買樓 非買不可 也要讓你以為 不要那麼拼命 不要以為樓市升僱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康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